各式各样昆虫造型的机器人在赛道上勇往直前 这是由培营国中与新竹市制造教育及科技中心所共同举办的百片机器人大赛 这次比赛以昆虫造型为主题 希望让学生在钻研机械的同时 也要留意在我们生活周遭的自然生物物种特性 这一次的机器人大赛 那借由这样子的大赛里头呢 同学在工具上面使用 还有包括它机器人的制作 科学的原理 那都会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 学生都可以学习得到 那我们也知道呢 科技呢进步了很多 那除了孩子呢 在科学上面的一些应用 在技术上面 他也能够了解 而且能够制作 那这是我们办理机器人大赛呢 最主要的宗旨 我想透过今天的活动 希望让学生能够把对昆虫的一个观察 然后透过平日的一个观察 然后让学生能够把一些昆虫的特性 运用在我们的一些科技领域之中 或者是Maker之中 让他们把他们脑海中的想法 变成实际的作品 在这次机器人比赛当中 有许多来自国小的优秀作品 新制国小校长张淑林就指出 学生在制作这只蚂蚁造型的机器人同时 能够加强学生的木工与手艺能力 也能让学生在反复调整中学习 培养出努力不懈 越挫越勇的精神 不同的角度跟他所使用的材料 让他可以怎么样是去跑得比较快 或是走得比较远 那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学得了使用木工的能力 还有机器操作的能力 那在组装方面 他们有尝试错误 然后让他们不断的学习 斯丁教育是目前潮流最夯的教学模式 透过科学 科技 工程 艺术 以及数学的结合 让学生动手始作切剧组装 不断的尝试找出成功的方程式 提升学生全方面的学习视野 卡布新竹 林彦斌 采访报导